天父啊 你的说话秘密甘甜 滋润人心 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立志 用一年的时间 用圣经的新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就等我们一起实践新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更新而变化 Zither Harp 今天的经文是《肖行传》第24章 经文里面是接着23章 继续讲到保罗的受审 而今天有一个控告人 就是大祭司亚拿尼亚 不过今天不是他发言 而是一个大律师 叫做贴土罗代他发言 在里面我们看到 他要面对那位大人 就是叫弗力斯 而他被控告的罪名 就是引动混乱 和污蔑盛殿 在当中我们看到 保罗自变一番之后 我们看到他指出的 其实他只是想盼望死人复活 而这个弗力斯 为一讨好犹太人 就将保罗收监 足足收监了两年 让我们继续看经文之先 我们同心的讨告 亲爱天父上帝 求你保守我们对你 和对人都存有一份真诚的心 以无规的良心态度去处理事情 以至我们不会怕 因为失去群体的认同 而勉强自己去讨好别人 也不会因为怕 失去更多好处 而将事情一拖再拖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以无规的良心去生活 使我们能够见证和荣耀你 我们这样讨告 预奉耶稣基督的圣诞 阿们 第二十四章 犹太人控告保罗 过了五天 阿拿里亚大祭司 几个长老 和一个叫 帖土罗的律师下来 向总督控告保罗 保罗一避传来 帖土罗就开始控告他 说 弗力斯大人 我们因你得以享受国泰文安 并且这一国的弊病 因着你的远见得以改革 我们随时随地 都满心感激不尽 为了不敢交觉你太久 我只求你宽容一下 听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动普天下所有的犹太人作乱的人 又是拿撒纳教派女的一个头目 他甚至连圣殿也要污蔑 我们就把他捉拿了 你自己审问他 就可以知道我们所控告他的一切事了 中犹太人也随着控告他 说这些事情确是这样 保罗为自己辩护 总督示意叫保罗说话 保罗就回答 我知道你在本国作法官多年 所以我乐意为自己身边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到今天 不过十二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 我在圣殿里跟人辩论 或在会堂里 在圣里煽动群众 也不能对你证实 他们现在所控告我的事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 就是我正按着他们所称为 异端的道 侍奉我祖宗的上帝 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 所记载的一切 我对上帝传着这些人 自己也接受的盼望 就是异人和不异的人都要复活 因此我勉励自己 对上帝、对人 事上存着无愧的良心 过了几年 我带着周制本国的捐行和供物上去 正宪的时候 他们看见我在圣殿里已经结成了 并没有罪中 也没有炒养 唯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若有控告我的事 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不如让这些人自己说 他们看出我站在议会前的时间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纵言有 也不过是为了一句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喊说 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审 是为了死人复活 肥力斯本是详细认识这道 就拖延他们 说 且等女西亚千夫长下来 我再审判你们的案 于是他下令伯夫长看守保罗 要重宽待他 不可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 肥力斯留保罗在监里 过了几天 肥力斯和他夫人犹太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 就叫保罗来 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事 保罗讲论公义 折制和将来的审判 肥力斯害怕起来 就回答 你暂且去吧 等我有机会时再来叫你 肥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 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 过了两年 波球菲斯都接了肥力斯的任 肥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把保罗留在监里 今天的经文重点是讲到无规的良心 从保罗的身边内容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就是拥有一份无规的良心 在第十四和第十五节里面 他讲到他的讲道 包括他被人认为是异端的讲道 其实他是拥有他所讲的内容 是按着以色列上帝的教导 和先知律法的教导 而且他是盼望死人复活 所以保罗更加去表达 我在对神对人上传无规的良心 其实这个也是法利赛人 这个宗教努力的目标 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他是想告诉别人知道 他所讲的一切都是符合上帝 符合律法和符合先知的教导 当时保罗被人说是异端 其实如果他真是异端的话 罗马人其实也不需要去判他有罪 因为这些是宗教的问题 也不需要加个罪名给他 就是说他是煽动民众 意思是说引起混乱 如果他真是异端的话 法利赛人也不会放过他 相反他更加会捉他有把柄 所以根本保罗 不是一个异端的教导 保罗再解释 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只不过12天 根本没有时间进去圣殿 更加不会有一个公开的辩论 那怎会能够产生了煽动民众 以及污蔑圣殿呢 对比这个大律师帖土罗 代表大祭司说话的大律师 他说话就是很虚假 他一开始就赞这个菲利斯大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国家能够大享太平 就是因为一个他有这样的能力 令到这个一角的弊柄 都可以靠着他来改变 但其实大家知道 这个菲利斯大人是一个什么人 根本他就是一个自理 不是很高明的人 而且他真的是声明朗直 所以一个憑着无愧的良心 来到他身边的就是保罗 而另一个呢 就是憑着一个虚假开如复成的 一个态度 来到去控告的大祭司 作者 路家就是这样去突出了 保罗就是传着一个 去有正直 而且是无愧的良心 去处理每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特色 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规决良心的事呢 可能我们未必像大祭司一样 那么明显 所谓对着人就说人话 对着鬼就说鬼话 但我们会不会都好像肥利斯一样呢 我们将事情拖延 肥利斯其实根本不是有心 去听保罗说耶稣的教训 他每一次叫到保罗来 为的是希望保罗 是得到保罗的贿赂 就是所谓收到一些钱 而最后他一次再一次去拖延 目的是他想讨好犹太人 并且希望将这件事拖延 有机会能够帮自己得到一些利益 所以他做了一些规决良心的事情 就正如我们在工作 或者在学校里面 我们会不会好像大祭司一样呢 我们对于一些人犯错 其实他们的错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错 所谓罪不至于死 不过我们为了讨好另一方面 我们就加多几钱欲紧 说到他真的好像错得很重要 为的目的 是因为我们想埋堆 另一方面 我们又会不会好像肥利斯一样 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不做 我们在这儿拖延 一拖再拖 为的是令自己舒服一点 不过就令人辛苦很多 无规的良心 其实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我们是否每做一件事情 或者每说一句说话 都能够对得起主 对得起人呢 所以今天我挑战大家 你所说的说话 每一句说话 都是一句真心的说话 你所作的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对得起主 对得起人 而且不要把事情拖延 因为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令到其他人辛苦 最后我们要正面的 来去面对我自己 和面对我上帝 这集背众的金句是 因此我勉励自己 对上帝对人 事上存着无规的良心 《使徒行传》 24章16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